哈嘍哈嘍,大家好呀,我是雪狐 今天是Minecraft Dungeons 物品遠程下集 那我們從這個迷情咒功到這個 什麼東之處,靈東之處 靈東之處 就是這些中間的就這樣 那我們直接開始 迷情咒功 迷情咒功,它是短弓的變種 力量3,速度8 彈要上弦是4 自帶附魔,智也要光束 就跟那個一樣,那個叫什麼 翅膀,我以前在用的 然後範圍治療,滿厲害的 就是帶要160 五高 下一個 主宰之弓 主宰之弓 它是獵手弓變種 自帶附魔力量 力量 速度 散要上限 都是4 然後它 寵物會優先攻擊所選的目標 獵手弓的那個 改就是 你假設設一個目標 假設是殭屍A 你的寵物就會 你的那些什麼 駱駛 草尼馬 然後 附魔羊 小狗 都會去咬 你射的那個殭屍A 就假設 如果它就不會先咬殭屍A 它會優先打你 瞄準的那一個 就是你射的那一個 然後它那個目標頭上就會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箭頭 就是瞄準的箭頭 然後怪物就會去打 不是怪物去打 就是你的 你的 寵物就會去打 機械短弓 他是短弓這邊怎麼還廢話 機械短弓啊 他就已經講短弓了 怎麼還要講他的短弓點 彈要上線14 速度8 力量3 自帶附魔加速 如果你手速夠快的話你可以這樣 一直射 來下一個 靈光弓 我有欸 靈光弓我覺得蠻好用的 靈光弓速度7 他是獨特靈魂弓的變種 然後力量4 速度4 但要上線5 能量之弓 能量之弓 他的獨特變種是 靈魂力量弓跟 刀刺蜂 我剛剛講的就是刀刺蜂 蜂鳥 那把弓我用很久 然後來換靈魂力量弓 都是能量之弓的 可是能量之弓很強欸 他傷害 他只要他的獨特變種就會變很強 我都用他的獨特變種 我沒有用力量弓 力量17 速度4 但要上線2 只有26根鍵 紫色暴風 他是短弓的變種 他的自帶附魔是快速射擊 但要上線是4 速度8 力量是3 紫色暴風 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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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變種有自動弓 和蝴蝶暴 力量只有1 速度有9 但要上線有12 只有10 有12也很多欸 那下一個 紅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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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長弓的變種 自帶導火線 導火鎖 力量5 速度4 但要上線4 稀有度為獨特 看起來我這還好沒有很好看 不會有的 刀 刺 蜂 鳥 這把弓我超喜歡的 他是能量弓的變種 自帶治療光束 我那時候用他用超久 然後力量7 速度4 但要上線只有2 所以他只有2 我們來看他的外觀喔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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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超好看的這把弓 你看 他瘦的地方有些金金的地方 然後他有翅膀 沒有很好看 下一個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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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獨特的變種 有訴秦儀跟雷電秦儀 他的彈要上線的是8 他是不是彈要上線14 4 速度是8 力量是4 viktig 毒 他一次射出三間 還蠻厲害的 kung 這個我不會念 visitors 它是冬季活動,聖誕節那時候 它是靈光宮的 喔對喔,它自帶偷取速度 靈光宮也是偷取速度 靈光宮也是偷取速度 靈光宮也是速度切取 靈光宮跟靈魂之宮有什麼差 靈魂之宮沒有特效 靈光宮才有特效 沒事沒事 它會回來這裡 它是冬季活動 那時候也有很多把子 大聲音很棒喔 有折斷的感覺 穿上 裝那個箭 射到 射中 擊中 射擊 射擊的破風聲 就是 就是快感 蓄力 這是 直接射擊,這是蓄力射擊 蓄力擊中物體 這是擊中物體 蓄力擊中物體 蓄力的破風聲 這是破風聲 這是蓄力破風聲 這聲音感受不到 蓄力 蓄力過程中 快速蓄力 蓄力 好啦 下一個 短弓 這是短弓 對 就是短弓 它就是獨特變軸的機械短弓 紫色包風跟迷情咒語的弓 那要上限14 速度8 力量33 來 下一個 就有短弓 煞什麼之怒 不會念 煞什麼之怒 不會念 強力射擊 劍石 哇 力量14 但是它速度1 自帶反彈 還沒強 這就是速度嗎 冰雪之弓 冰雪之弓 它是 什麼之處 什麼東之處 零東之處的變種 它是那個 速服寒冬的專屬武器 它的變種是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零東之處 零東之處 剛講錯了 它就是命中後 因為減速還是動 那我們下一個 那再來 靈魂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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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獨特編軸是虛空召喚之 哇這名字好棒啊 還有野性靈魂奴這名字還好 然後他力量5速度2 但要上限3都算低啦 還好因為他是基本武器 不是那個獨特武器 他是爆裂奴的變種獨特武器 力量4速度4但要上限4自帶靈魂共整 裂魂奴這名字好棒 裂取靈魂的奴 但為什麼不是靈魂奴的變種 奇怪 解除附魔奴這名字太直接了啦 不用看也知道他是解除附魔的自帶嗎 這真的太誇張了 這個名字太直接了 解除附魔奴這什麼 還有什麼 掠奪劍 自帶掠奪的劍喔 掠奪劍 還有什麼 我想 我想 唉唷 什麼我想想 雷極錘 引力奴 很爛 解除附魔奴自帶解除附魔 他是雙齒奴的變種 力量4速度4 帶要上限3 太直接了這名字 太直接了這名字 翠綠之三喔 我唯一念 翠綠之什麼 這是DLC的武器 欸他不是DLC 他是導彈弓變種 然後自帶毒物 啊導彈弓他有自帶彈彈彈 蛤 不是綠色恐嚇者嗎 我有這吧 他是自帶毒物 然後還會彈來彈 就是彈來彈去的毒物啦 我還在用 而且蠻好用 粉紅惡棍 粉紅惡棍 要是導彈毒物變種 自帶挑釁 蛤是挑釁 蛤是挑釁 欸其實挑釁很強欸 但他只有挑釁1 好下一個 魚叉者 魚叉者 自帶貫穿 力量7速度2 彈藥上限 4 然後他就是 加速射擊 真的假的 喔這是奴的變種啊 但怎麼會是加速射擊 來導彈弓 導彈弓 導彈弓 他的獨特變種是 翠綠之什麼 我不會念 然後粉紅惡棍 第2E 蛤這5E 那麼弱 速度4 彈藥上限5 等一下 雙子弩 雙子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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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弓的變種 他的自帶附魔是獎勵射擊 力量速度4 彈藥上限7 雙子弓 虛空召喚者 他是奴的變種 欸他是靈魂奴的變種 自帶引力 這蠻強的 而且他沒有爆炸 自帶引力 厲害 狂風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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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個豪風山林DLC的那個遠程武器 然後他的獨特變種是爆裂風弓跟回 空火會生生生 還有玩回音啊 力量是4 速度4 彈藥上限是5 下一個 最後一個 什麼韓之處啊 我不會黏啦 他是冰雪弓的變種 自帶附魔動手 力量速度是4 然後彈藥上限是7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 幫我按喜歡 然後分享跟你的好朋友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按讚 給我一點點 在上面 可以多少 我可以按讚 我可以按讚